湯家驊議員 主席 朱棣文 崔奇 蔡珍珠 錢永健 有沒有中國公民獲得過諾貝爾獎 答 有 但是他們是中華民國的公民 他們是李政道 楊振齡 問 有沒有新中國的公民獲得過諾貝爾獎 答 有 但是他不承認自己是中國公民 他是高行見 問 有沒有 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新中國公民 獲得諾貝爾獎 答 有 但是我們不承認他是中國公民 他是達賴 問 有沒有承認自己是中國公民 國家也承認他是新中國公民的諾貝爾獲得者 有 但是他是中國監獄女 他就是劉曉波 主席 現在這個不是單單是一個壓迫異己的事件 而是我們整個中國面對的憲制上的問題 主席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前 在1949年9月29日的第一份臨時憲法 叫做共同綱領 我們已經見到第五條 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思想 言論 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 我們的憲法經過四次改寫 四次修訂 第三十五條 寫得很清楚 中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 第四十一條 更加寫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對於任何國家機關 和國家工作人員 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這個國家如果是不尊重自己的憲法 究竟前途 會是怎樣呢 主席今天這個是一個非常激動的議題 我相信全部中國人 如果他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話 他都應該為中國的前堂感到擔憂 今天我們有一位劉曉波 我不知道明天會不會有第二位劉曉波 後日會不會再有一位劉曉波 但是我相信所有的中國人 他們都應該希望看到 有千千萬萬的劉曉波 如果沒有千千萬萬的劉曉波 我真的看不到中國會向哪一個方向走 多謝主席